在第六題這一題 題目說給你個點負四負二 然後跟圓相繼的直線方程式 那這個題目的話 你當然先判斷的是 這個點到底是在圓上還是在圓外 所以你把這個怎樣 負四負二帶進去這個圓方程式裡面 x 跟 y 分別帶負四跟負二 隨便成是負四減一的平方 加上負二加二的平方 好看答案是多少 這個是負五吧對不對 負平方是25 這個是0 加0 所以很明顯的它是大於29 對不起 大於9 才對 大於9 所以很明顯的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在圓外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快速幫你畫個圖給你看 因為其實我會建議你 像這種考題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些畫圖 比較好判斷 好 那就想吧 如果一個圓在圓外有一個點的話 請問你 如果圓外有一點的話 的切線應該會有幾條 是很明顯的應該會要有兩條才對對不對 好 那這怎麼算呢 很明顯這個圓呢 圓外這個你也知道 這也是負四負二 原形呢 原形呢我也有的原形是一負二 半徑我也有的半徑是三 對吧 那這樣這樣會垂直 OK 這怎麼辦 怎麼算 好 我們就假設 假設這個直線方程式多少 假設這個直線方程式 唯 我們就用什麼畫出來 用那個點結式 點結式就是 y-2 變成是y加2 等於m倍的x-4 變成加4 OK 然後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整理是什麼樣子 你要整理成像這樣子的 a x 加 by 加 c 等於0 這樣子的形式 所以你要把你的m先乘進去 再移過來 所以我寫快一點 它會變成是負 mx 加 y 加 2 減 4 等於0 不然因為你的m乘進去是mx 移過來變成負 mx m乘進去4變4 移過來變成負 4 等於0 OK 然後接下來整理一下 我們再利用圓心到切線的距離的半徑的方法 會啦 所以我們找出來 請問你 圓心是1-2 對不對 1-2 到這個線的距離 假設這個線是L 好 到L 的距離的話 到L 的距離 應該等於半徑吧 應該等於3 所以我們再用點到直線距離公式 所以你多少等於0 根號 來吧 分母的部分應該是 x 跟 y 前面的係數 的平方 對不對 係數平方相加 所以變成是 m 平方加 1 分枝 好 其中的 xy 就在那裡 在圓心 1-2 所以變成是 x 帶 1 -n 乘以 1 乘以 1 乘以 2 加 y y 是負 2 所以減 2 再加 2 減 4 OK 然後等於多少 等於 3 好 接下來把它稍微做一下計算 化解 所以變成是 根號 m 平方加 1 分枝 這個0 負 2 跟正 2 是消掉的 負 2 減 4 也是 負 5 等於 3 好 那你一個種有根號有絕對值的話 我通常接你是幹嘛 改變同時平方 所以變成是 m 平方加 1 分枝 25 m 平方等於 9 會啦 好 接一下怎麼辦 1 分 9 交叉相乘 所以這要結果是 25 m 平方等於 9 m 平方加 9 所以變成是 16 m 平方等於 9 所以 m 呢就等於 正負 4 分之 3 OK 所以你的答案呢 就求出來啦 所以答案應該是這個 誰是答案知道嗎 這個是答案 這個 好 這個是你的答案 所以 切線方程是多少 切線方程是多少 切線方程是 切線方程是 應該是為 y 加 2 等於正負 4 分之 3 的 x 加 4 答案有兩條 OK 會啦 好 那這邊呢 就像我說的 我要再補充這個部分 就是像我剛才講到 之前提到的部分 就是說 正常情況下的話 正常情況下 你過圓挖一點 過圓挖一點 你過圓挖一點 照理說應該都要有 兩條直線才對 對不對 可是你有時候 你要做計算的時候 你的 m 可能答案會只出現一個 好那為什麼只出現一個 原因是這樣子呢 其中一條或是這條 這條沒有太大的問題 有問題是這一條 這條所謂的簽直線的部分 所以這個 T 點如果你已經有了 理論上 實際上你應該會有兩條簽線才對 那如果你 M 如果只出現一個答案的話 代表另外一條因是誰 一定是 X 的某個數字 譬如說這個點是 38 這點是 38 那代表這條線的因是誰 X 等於 3 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是沒有斜率的 這樣會嗎 所以要小心一點 注意一下 M 正常情況下要有兩個答案 那如果假設 M 只有一個答案的話 代表另外一個直接寫 X 等於 3 就好了 這樣子會了 好